被稱為兩族尊 就是一位兩族尊 這個族就是滿族 典滿 聚族 那麼 無外圓滿的佛果 佛是一種果 那麼是由因來 因就是菩薩的修辭福慧 這種因形的行為 如遠形一樣 要被族滋養 這些質量就是禮費 糧食 這些等等 那麼經典裡面說過 你要走三天的路 你就要帶三天的便當 換洗衣服類似像這樣 你要走一個月的路 你就要帶一個月的禮費 你今天去了 下午就回來了 你就帶一個便當 中午吃了 如果要過夜 那帶的東西又不一樣 那麼要一個月 那帶的東西又不一樣 那麼你現在要成佛 那麼你要費的東西就不一樣 如果你是要解脫 那麼可能 那麼就好像你要去一個月 跟你要成佛 你要去一年 那不一樣 那個屋土不一樣 所以要備族滋養 禮費糧食 才能到達目的地 好像你要蓋一棟五層樓的 更要蓋一棟二十層的 那他要備的材料也不一樣 一樣的意思 要打的地基不一樣 菩薩久節修行而成佛 福慧就是成佛的資料 最主要的就是福德跟智慧 這兩種圓滿 不管什麼樣的功德 主要就是這兩種功德 那麼這兩種福德基本上都是從慈悲中來 那慈悲就包含很多 包括布施也是 忍路也是 慈戒也是 都含熱在慈悲裡面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智慧 智慧我們說不離開文師修正 那麼修戒 修定 修慧也都是為了要完成智慧的圓滿 就算福慧也是要讓你在修行上 那麼能夠更容易 度眾生更有能力 其實是這樣子的 他說福慧就是成佛的資料 那有時候我們叫做福慧圓滿 有時候叫做卑至雙修 那麼特質就是慈悲跟智慧 那麼從果來講就是福德跟智慧圓滿 前三度就布施慈戒忍路 這三個波羅蜜 在福德跟智慧兩種資料裡面 是廣大積聚福德的資料 就是說布施慈戒忍路 比較偏重在福德資料的積聚 但是忍路其實也有牽涉到智慧 你能夠忍 其實就是我們前面講 安心路人 你要懂道理你才忍得久 不然你也忍不住忍不久 但是偏重來講就是比較偏重在福德這部分 所以要前佛必備的盛行 第三說到佛 經中有四身三身二身等分別 但主要二要的分為法身跟色身 暗暗經裡面也講兩種而已 一種是色身 一種是法身 像大眾裡面也只講兩種 叫做父母所身身 父母所身的身體跟五分法身 大菩提的圓正法界 大菩提就是佛 無上菩提 圓滿正的 這個真理 體現絕對真理而稱佛 就是叫做圓正法界 體現絕對真理 而稱佛 是法身 佛的像好莊嚴是色身 一般講佛有三十二象八十種好 通常暗經裡面只講到三十二象 後來講得更細 才有所謂的八十種好 三十二象是於印度的習慣上 所以我們說過 是印度它是代表莊嚴的意思而已 色身是無邊福德所莊嚴的 所以前三度是佛頭的色身因緣 那麼你所有的像 都跟你過去中的業有關係 跟你過去中的業有關係 口業清淨 你就比較 講話比較流利 那麼人家比較聽得懂 那沙道隱身業比較清淨 口業就是不餓 就是說不妄理 不兩口不餓手 不餓口不齊你 那麼第一個 那麼你再 第一個你講出來的話 人家比較聽得懂 人家也比較色受 比較有色受力 那你也調理比較分別 那麼生業比較清淨 你就你的這個身體的色身 三十二象 那麼比如說你口業清淨 你就有牙齒比較整齊 不會怪清淨 那麼牙齒比較 不但整齊也比較好 甚至佛頭就四十尺 那麼拒絕 那麼這類部分 然後口氣紛發 這個都跟口業有關係 那麼深夜就是你的相貓 那麼不殺不到 不眼這部分 那麼當然不只這些還很多 但是以這個為代表 那麼你就長得比較莊嚴 那包括眼睛啊鼻子啊 顏膏啊這些就是 他看起來比較銀襯 皮膚比較好 很腫腫這些啦 那這個是所謂的色身的因緣 所以三十二象基本上都是正業的 善業行程的 知道了前三度的特性如此 後三度多位出家人說的 是智慧之良 是佛的法身因緣 導師這裡從色身跟法身 去分這個六度 六度 那也就可以知道 不必再說的啦 就是前面是色身 那當然後三面就是法身 因為這裡講到主要有兩種 一無色身又法身 那前面是說三 誰三度是色身 那後三度一定是法身 好 那現在講到精進 他說現在要說 我們先講這個 佛說精進度 是福智之之良 無厭心如海 利盡而不止 好 現在要說到精進度 就是精進波羅蜜 精進是能普遍策發一切善行的 以一切的功德相應 所以在福智二之良中 雖說精進是屬於智慧的之良 而實在佛說精進度 是通以福智兩之良的 這個導師法 成果 比如說六度 護思 我們現在要這樣看 護思 實際 遠路 清淨 禪定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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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波羅蜜 他現在把它分做 這個是福德的治療 這個是智慧的治療 無慧 無慧圓滿就是佛 那麼圓滿就是佛 那麼但是這個精進別胎來講 雖然他把它歸到這一邊 這個是所謂的色身因緣 這個是所謂的法身因緣 但是這個精進其實是騙於切 騙於福跟跪 他是這樣 那麼這個跟三十七道筆裡面的八正道也是一樣 這個是菩薩道 這就是六度 來看待精進 那如果從解脫道 你來看 三十七道筆 用八正道來講 解脫道 三勝共感的解脫道 你來正肩 正思維 正 正義正越正面 正面正定 正面正定 這個是定 這個是劍 解脫道 解脫道就是三解八正道 那麼 葡萄道就是六度四射 這個是婚 那麼 這個 中間有一個正經經 有時候正經經是通來這裡 但是他是通界定會的 就是什麼都要精進 他其實是通界定會的 但是他這裡應該是放在所謂的正面正面正面 但是實際上他是通界定會的 通界通電通會 就是都要精進 所以正經經比較特別 經經比較特別 這裡 一樣 路師也要精進 持戒也要精進 人物也要精進 禪定也要精進 智慧也要精進 一樣 他都是通的 所以他說通於福智兩之兩 三勝共法中 已說到正經經 前面已經說到正經經 大勝的經經有著更深遠的意義 怎麼樣深遠呢 我們來看 修菩薩行 是以無盡的法界為盡的 什麼叫做無盡的法界 底下就是講無盡的法界 他說 他說 親近供養一切佛 因為你要成佛 你先要跟佛結緣 供養佛 然後聽佛說法 那麼對佛生起信心 對佛生起贊湯 對佛生起語見 就是這樣嗎 那麼 文辭修習一切 這個就比較偏向你 比如說法門無量試驗學 莊嚴一切國土 救度一切眾生 眾生無邊試驗度 那麼莊嚴國土 是為了成熟眾生 菩薩德無聲發展之後 莊嚴國土成熟眾生 莊嚴國土是為了成熟眾生 就好像說 好 那麼我們就在這裡 帶一個講座 然後來請法師來講出手法 然後有電燈 有花 這些都是種種都是莊嚴 那麼是為了怎麼樣 為了成熟眾生 讓眾生聽法 那麼可以得利益 那麼 所以莊嚴國土 是為了成熟眾生 那這個就是 前面的文辭修習一切法 其實就是法門無量試驗學 那麼文辭修習一切法 有兩個意義 那麼 第一個 當然要自信 自己依法修習得解脫 得成熟 那麼第二個就是 你能夠用這個法來利益眾生 來弘法利生 告訴眾生怎麼樣 得解脫得成熟 其實是這樣的 那清淨共養一切法 這個是從思義流之看 要先清淨善事 聽聞正法 因為你的正法從哪裡來 你怎麼樣法能無量試驗學 你當然要先清淨諸佛 你才能夠知道有法 法從哪裡來 法從佛那邊來 所以清淨善事聽聞正法 這個是從這個地方來的 所以菩薩的對象就是佛 那麼要清淨諸佛 所以知道怎麼成佛 那麼之後就是清淨諸佛的目的 就是要聽聞佛告訴我們怎麼樣利益眾生 成佛的法能 因為佛會告訴你成佛的法 阿羅漢會告訴你解脫的法 天人會告訴你升天的法 我是怎麼升天的 企業家會告訴你賺錢的法 一樣的道理都是這樣 那麼所以他這裡清淨共養一切佛 文慈修行一切法 這個是從清淨善事聽聞正法 那麼莊嚴一切國土 度託一切眾生 那麼從清淨共養一切佛 聽聞一切佛法 文慈修行一切法 這個可以是法門無量試驗學 從佛那裡聽到成佛的法門 成佛必須要有四五量心 四五量心是什麼 法門無量試驗學 五量不非常多 一切法都要學 都要聽 都要修 那麼修寫一切法 是為了我們說自利利他 要度眾生的 眾生無緣四面度 那麼除了要度眾生需要法 你要斷煩惱也要法 斷煩惱是指於自利的 那麼度眾生是指於利他的 這個都需要法 沒有法你怎麼斷煩惱 你怎麼知道怎麼斷煩惱 沒有法你怎麼知道怎麼利益眾生 用什麼方法來利益眾生 沒有辦法 所以前提都要有法 那法從哪裡來 當然從佛那裡來 成佛的法門當然從佛那裡來 所以要先清淨供養一切佛 文慈修行一切法 那麼修行一切法 你把菩薩道重在利他 那麼利他來自利 那麼自利才能利他 是這樣子的 所以中原國土成熟眾生 那麼重點放在路頭一切眾生 就是眾生無緣四面度 那麼斷煩惱 煩惱無盡四面段 你自己都有煩惱 你怎麼樣利益眾生 你自己煩惱都斷不了 你怎麼教眾生斷煩惱 眾生不斷煩惱 他就不可能不照煙 那麼不可能不照惡惱 他就一定會剁三二道 一定會受苦 不可能不受苦 所以重點你要告訴他 怎麼斷煩惱 那麼如果你沒有告訴他 怎麼斷煩惱 他斷不了煩惱 他就離不了苦 那麼他離不了苦 你怎麼樣可以得解脫 怎麼樣得度 三二道都度不了 還要度三間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個就是怎樣 清清共養一切佛 文慈修行一切法 這個是法門無量試驗權 那麼莊嚴一切果主 度脫一切眾生 這個是眾生無邊試驗度 那麼還有煩惱無盡試驗段 那麼修這麼多都是為了什麼 佛道無上試驗程 圓滿一切功德 一切功德圓滿 前面講的圓滿是兩種圓滿 什麼圓滿 福德跟智慧圓滿 那麼佛就是福德跟智慧圓滿 其實是這樣 所以要圓滿一切功德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這個師五亮星 菩薩的師五亮星 窮虛空騙法界 什麼都是一切的一切 就是你所要擁有的都是圓滿的 就是圓滿的 那麼 不脫一切眾生 斷絕一切煩惱 文慈修行一切法 莊嚴一切果土 金利更嚴一切佛 那麼 那底下還有很多 其實要講都是一切一切 那麼 那麼 新亮的廣大 真可說是虛空一樣的廣大 所以叫做窮虛空騙法界 那有時候叫做盡虛空騙法界 通常我們都說盡虛空騙法界 那這裡說窮虛空 其實窮盡虛空 周騙法界 是這樣子的 好 那 所以他說 像虛空一樣廣大 大海一樣的淵深 這樣的大怨大賢大國 如果沒有無量的精進 是不能成就的 那這種在武賢行恩筆裡面 基本上就是這樣講 他說 這個窮未來記相續不斷 盡虛法界無不周偏 那麼 如是虛空皆盡 眾生皆盡 眾生越盡 眾生懷孕 眾生懷孕 我這種休閒才盡 禮敬諸國 身戰如來 國修共諒 他一切一切都非常多 他講的就是這種 那麼 一切的一切 那 但是眾生界乃至煩惱 吾有禁錮 我此禮敬 吾有窮見 從禮敬諸國開始講 身戰如來 禮敬諸國 身戰如來 廣修共諒 一直到廣見迴響 一切都迴響 一切都禮敬 一切都讚他 一切都共諒 就這些 所以 念念上去 無有階段 身口一夜 無有疲憐 這個就是在講那一種 周遍法界 窮盡虛空 周遍法界 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 普賢 不在叫做大賢 其實就是大清性 就是大清性 那麼 這個西方三聖裡面 那麼大四字大概也是這樣的概念 就是非常大清性 那是他的境界 就是普神菩薩的這種 這種周遍法界 窮盡虛空周遍法界的概念 就是 他說 這種是什麼 這種精進師 他說 菩薩的精進度 應有無厭主的信量 就是 有沒有那一種 因為不會說 你 我做到哪裡就好 我做這樣就可以 沒有這樣的 那麼 沒有厭主的信量 求一切佛法 而不滿足 正得功德 而不得少為主 如海一樣的吞那百川 無窮無盡的進去 上千進來 唯有這樣的無厭主心 才能發為大勝的精進 他現在要把所謂的 聲紋裡面也有精進 菩薩裡面也有精進 但是聲紋的精進 基本上就是得解多就是了 菩薩的精進不是 就超越了很多 他不是有限的精進 如農夫下田 他說 魔甲盡力收穫 得到了一些 就回去休息享受 這個在比例生命 魔魚也盡力收穫 要收割圓滿才告一段落 那麼 在工作的能力方面 也許魔甲更緊張 然而魔甲到底是工作的懶惰者 魔魚才是精進的 就是要看到結果 這樣聲紋的擊求治療 如善考比 意思是說聲紋一直就是帕倫偉 帕倫偉 那麼等到解多他就滿足了 但是實際上沒有圓滿 收成的並不多 那菩薩看起來好像生死還沒了 但是實際上他最後圓滿成功 如善考比就好像自己死的父母一樣 考比就是父親死的叫考 母親死的叫比 那以前人說這個 這個順他是聖王 這個皇帝做得很好 他死的時候百姓如善考比 好像自己父母死的一樣 那聲紋這個如果沒有得解多 那麼也是一樣 就覺得事情很嚴重 所謂擊求治療 擊求解脫 那麼在大聖法中 不能說是正經界 這個是從大聖跟這個 解脫道跟菩薩道來說 那這種無厭主的心 那麼就是必須要保持著 那麼儒家裡面也有這種 那有人問孔子 他是不是聖人 他說我哪裡敢自稱為聖人 如果要講到聖人 那我是不敢當的 那麼但是我是做到 為之不厭 毀人不倦 他是這樣 他是這樣說 也可以來代表 來不厭主心 那我們其實也是要學習這樣的心態 為之不厭毀人不倦 是 Standing 他说圣人的境界我还没达到 他差谦虚 他说圣人的境界我没有达到 说我是圣人我是不敢当的 我只是努力去做我应该要做的事 没有愿见 没有愿见的去教导贝勒 没有愿见的去 一直去做我应该要做的事 就是一直往前进就是了 这个有点像我一直往前做一直往前做 没有愿泉不会说孔子推广他的人道有两个特点 一个就是毁人不见 一个叫做有交无畏 只要愿意来学习的我没有不教他的 就是这个跟佛教的道理也很像 就是利益一切众生没有分好跟不好 只要你愿意他都愿意教 只要你愿意写 那么就算你不愿意我也想办法给你种下得度的意愿 那么等我有能力的时候我现在就要说没有能力等我有能力的时候我一定会帮你 那么现在没有能力我要感到培养这个能力好来帮你 这个就是菩萨道的概念 那么孔子其实也是这样有交无畏他没有分别 那么佛法也是这样 若阮生若胎生若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非 若有想若无想若非到非想非五想 我记得若无畏法都是没有分别的 我都要利益他 那交就是一种利益 那么毁人不倦 那么交的时候有交无畏交 你是每个人都交 但是交不会的你就不要交了 他不但有家無類 而且他慧人不見 他沒有願見 這個部分老實講比較難 有家無類其實我覺得還容易一點 只要你願意 我都願意叫 你只要我有能力 我都會跟你幫助 但是你要說慧人不見 這個就比較難 譬如說 你不會我一直教到你的 但一般這個比較難 我有能力我會幫你 但是沒有能力你要我幫你 我就不要 我要你的回家 那我們不會說沒有能力我去培養能力 很少會這樣 但是菩薩道就是要這樣 我沒有能力 我能力不足是我的過失 我要去培養我的能力 我好來幫你 我沒有能力我幫不了你 你找有能力的 這個其實菩薩道就是所謂的窮峻星空 周遍法 他那種無厭煮 我的能力就到這裡 我坐到這裡就好 我只能幫你到這裡 其他都幫不了 你去找別人 當然我們也可以講這種話 但是當菩薩道在講這種話 現在我幫不了你 我找一個可以幫你來幫你 但是心裡會想 為什麼我沒有這種能力 我一定要好好培養這種能力 好可以來幫助像這樣類的人 他發現到自己能力不足 他就會去增強這部分的能力 因為菩薩道就是要利益重生 那這一部分老實說 這一部分比較不容易 有交無類還容易一點點 會人不見就難 所以這一部分其實都跟菩薩道一樣的 那孔子就說 其實我也不是聖人 所以孔子也很學習 那大家都以為他生下來就聰明 孔子說 我不是生而知之者 我是學而知之者 我也不過就是努力學習罷了 我比別人更努力 其實是這樣 那他這裡也是 他是說 我也只是做到這兩件事 則可謂雲而而異 就是 我只做到這兩件事 第一個 我一直做 為之不厭 就是 我會努力 而沒有 不會得少而準 不會停止 不停止的努力 叫做為之不厭 我就是去照做 去休息 就是一直努力的休息 而沒有停止 那除了這個 不動的去教 教導別人 也不會厭倦 厭跟倦其實是同樣的道理 就是說 我努力提升我自己 沒有厭主 不滿 不以得少為主 我努力去教導別人 努力的提升自己 是為了教導別人 努力的提升自己 沒有厭主 努力的教導別人 也沒有厭主 我只是努力做到這樣而已 我也不是聖人 剛剛這一點 所以他的弟子就跟他講 這給我們學生就做不到 老實講 這個也是不容易的 老實說 其實就是說 就算我學 我學不會 我也一直學 就算我教 教你教不會 我也會一直教 沒辦法 那這個其實比較難 如果我們學 學不會 我們就會放棄 算了 我不是這個料 沒辦法 就像古早道也會這樣 就是說 努力要度中文度一下 就退心了 沒辦法 實在是沒辦法 我還是自己 自己求解脫教 就會變成這樣 那這個 如果你沒有這種心 那麼就是 講這裡叫做 窮盡虛攻周邊法界 這種心 你的境界很廣 你的心很遠 那麼大怨大邪 如果沒有 那麼很容易退走你的心 很容易退走 所以他這裡講精進 這種精進 不是一般的精進 那 超越生文那樣的精進 身文已經很精進了 但是他超越 你像那個二十一耳 精進比較有名的這兩個人 就佛弟子裡面精進 那麼一個就是二十一耳 一個就是阿娜利 二十一耳精進 精進到那個腳 那個腳底都有血了 他還一直在用功 但是他越用功 心越擠越不能解脫 都算是很精進 那個阿娜利精進到 因為打喝水了 天法百多歲太累了 然後可能六宮太累了 然後佛陀在說法之後 打百多歲 變佛陀就折 從此以後 眼睛不閉起來 嚇掉了 但是他還很精進 還也非常精進 但是這種是生文的精進 為了求解脫 菩薩的精進 他是解脫是解脫沒有圓滿 沒有圓滿 像那麼多阿羅漢 沒有一個人像佛陀這種阿羅漢 福費那個圓滿 沒有 捨立佛也沒有 捨立佛智慧高一點 但也沒有佛陀的智慧高 福報也沒有佛陀的福報大 那麼所以 佛的這些定子都不圓滿 但是從解脫來講 都是究竟 究竟解脫的 但是從福費圓滿來講 沒有一個佛比不上的 十分之一都比不上 百分之一都比不上 真的 那麼 所以從這裡來講 就是說你要以佛為境界 所以佛道無上試驗診 那麼佛道無上試驗診 一定要怎麼 一定要煩惱無盡試驗段 法輪無量試驗學 眾生無邊試驗度 你才有可能佛道無上試驗診 其實前面就要講這一些 那麼第二個 精進是持之以恆 而不是不自量力 的激進 造進 就是說 它並不是說一下子衝到底 不是的 它是相續不斷的精進 它不是一開始很永遠精進 但後來後繼無力 不是這樣子的 它是可長可久的 所以一般來講都永遠心易發 很長心難止 一死的精進容易 長死的精進就不到了 那你必須要 就好像跑百年 衝刺 可是你要跑馬拉松 你就不可以一下子衝在門 你後面都跑不動 你要可殘可卷 所以它說是持之以恆 它說好像兩個人上山 一個人急急的跑不到半路 心跳 腳痠 只好停止而退下來 只好停止而退下來 一人是踏步精進 不是急進的 但能保持體力而不休息的 這樣才能登善高善 總之無厭主的 不休止的善行 那麼才是大聖的精進 不管是自立自他 都是無厭主不休止 這個普錢普查叫做 念念相惜 無有間斷 身口異業 無有批 念念相惜 無有間斷 念念相惜 無有間斷 身口異業 無有不願 修行 那普查到是自立立嗎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國務長的 為之不願 為人不倦 我們再翻過來 他說在修學的進程中 有時會三窮學進 無法再進 那麼有的就終止退失了 要確實是這樣 在我們修行的過程中 我出家三十年 那麼也遇到過 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會很努力 那是努力到一陣子都沒有看到效果 那是反而得不到那個效果 我們就會退 就會覺得 有一種很大的挫折感 然後就覺得 我還要再繼續這樣做嗎 二十億兒也是這樣 他非常用功 他家很有錢 他享受龍馬烏龜 結果把這些都去掉了 吃不好 住不好 穿不好 結果還修不好 那就很麻煩 我捨棄掉這些就是要修行的 就是能夠讓我修行變好 結果我吃不好 住不好 穿不好 我都能忍 可是我這麼努力還修不好 這個我就沒辦法忍了 就想說算了 算了 很多人也這樣 不要再修了 我還不如回家 回家 努力賺錢 拿來供私還有一點福報 我這樣努力用功 那麼捨棄掉一切 結果什麼也沒有 連修福報也沒有 我還不如回家在家 還可以修一點福報 那在這裡要修都修不了 算了 就會退私了 就比較 如果你真的用功起來 比較不能忍受的就是 修 修不好 就會被你這樣 那這個有時候是太急 太急 那有時候會 有時候你越急 越修不好 所以這個時候要冷靜下來 以前人講的一句話很好 行到水窮處 坐看雲起時 這個時候要冷靜下來 山窮水盡已無路 那這個時候你要冷靜下來 你才會發現有暗花你用一去 行到水窮處 那麼坐看雲起時 先坐下來 先放鬆下來 不要緊 不要緊 那麼還好想 還好想 所以有的就會這樣 就終止了 不再做了 不再修了 因為做不來 做不來 做不到 做不好 就乾脆不要做 這個是很多人 可是不可以這樣 所以一開始就要發現 所以前面跟你講 那種經濟是 窮西空變法界 就是說 做不好 要想怎麼做才能做好 沒有做好不停止 那麼做不到 要想怎麼做才能做到 做不到不停止 這個奴家也有 那麼 一樣是這個道理 有福學學之福能福宗 他們 這個是 奴家是這樣 中永古裡面講 這個也很值得我們來講清淨 我學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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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五個過程 修行的五個過程 我學 審問 我學之 審問之 盛思之 明變之 讀書 我學審問盛思 明變 讀書 我學 我學之 省問之 盛思之 明變之 讀書之 好 那麼他說 有福學學之福能福宗 有 有福問 問之 問之 符錯也 符明 符錯也 有福問 問之 符之 符錯也 問之 符錯也 有福思 思之 符得 符錯也 我幅辨 辨知辅迷辅错 辨知辅迷辅错 这里讲到习指跟修行的道理是一样的 他说我们不懂我们就要学 基本上一般的解释是说除非我不学 如果我要学我就要把他学到会 不学会中不停止 不错就是中我一定不会停止 我既然要修我就要把他修到圆满 没有圆满我不会停止 那我既然要做我就要把他做到会 做不会想办法做到会 没有做会之前不停止 有福学学之福能福重 基本上 基本上这个是要很广博的去学习 我要学一般是这样我不懂就要学 如果不懂不学 那这个佛陀不是佛陀 孔子就说这个是下等的 那么一般是不用学就会的 一般还有一些是要是学才会 遇到困难才去学的 那么不懂又不学的人这种人就很难有成就 那么我不懂就要学 那么我既然要学我就要把他学会 我既然要学我就要把他学会 然后没有学会 没有学会之前我不会停止 那么问 那么这个 第一个佛学就是要学的很多 我的学习 那么问其实就是你要学 你要懂你要详细的去研究 你不可以不求圣贓 有读就好大概懂就好不行 你要很详细的去研究 那么要知道为什么要修学 那怎么修学 步骤是什么 这种很多都要弄得很清楚 那么要经过理性的思考 就是有圣思要经过理性的思考 然后还要明辨要清楚的分析 要有逻辑概念 要清楚的分析 然后还要 那么之后最重要都是要 懂得这么多都是要确确的去实行 不是为了要堵写 那么基本上是这样 重点就是要写 那么如果 如果没有要实践 要确确的去实行 没有做到我绝不停止 如果我们把这个目标要扮演是要成果 也是这样 那么人人一支几百支 如果我做一遍 如果我没有学 绝不停止 绝不忠实停止 但是我怎么学就学不会怎么办 没关系 人人一支 人家一变就会的 人家看就知道了 我看不懂 我一直看 人人一支几百支 人人千 人人十支 几千支 我绝不停止 我尽千变 果能如是 你真的能够这样做 虽于弊明 虽柔弊强 你一定可以到达 也一定可以 那么这种就是一种精进 一直一直往前 那么就像孔子讲的 为之不厌 我就一直 我就一起做而已 我不晓得 我不是圣人的境界 我不过就是一直往圣人 以圣人 因为他们 像奴家就是西圣西险 孔子就是 遥顺羽堂文汝周公 这样的 这样的以他为道统传承下来的 他就是要向他们学习 那么我只是不断的向圣人学习而已 我不是圣人 但是我一直 我一直没有验足的 向圣人学习 我们当然也不是佛 也不是菩萨 可以是菩萨 法普林就是菩萨 但是还是一个弥菩萨 但是没关系 我们也不过就是发这个心 不断向菩萨学习 不断向佛学习而已 没有验足的学习 虽云必名 虽柔必强 其实这种心很重要 虽云必名 虽柔必强 就算你不懂 你最后一定会懂 就算你不了解 最后一定会了解 就算你做不到 最后一定会做到 最后 就算你没有力量 最后一定会有力量 最后一定会有力量 那么你一定要有这种 这种认知 那 奴家都这样的 佛教 奴家只是要做四千的圣贤 都必须要这样 你要做出四千的 你要成为圆满的佛道 那么你一定要比这个 但是道理是一样的 那么你那种精进力度 要更强 所以他这里讲 这样不愿足 不羞耻的善行 那么才是大胜的精进 那么在他说 有时候会三穷水心 那么有时候我们真的是 就觉得无力感 挫折感不重 但是菩萨的精进 现有的体力 智力 财力 能力的力量 虽然是可敬的 而内心的无限精进 却是永不停止的 古人说 哀 最大的悲哀 就是心都死了 哀 莫大于 没有再比 这个心 都 没有那个心 没有那个心 那么哀 莫大于 心是 承认失败 放弃努力 是真正的失败 所以我们在对抗烦恼的时候 也是这样 特别是在度众生的时候 有时候你真的是 挖心给别人 能够让别人嫌 那你的心 就是说 挖把红架 或我们像操车 一般我们就会觉得说 算了 算了 真的会这样 那你就会怎么 会退 那这个时候你应该不要退 不能退 一退 就前面发的心就没有用 所以就依这个观念 我既然要做 我就要把它做到 我既然要行菩萨道 没有退的理由 只有改变怎么做 可以做得到 既然这样不能做 换个方法再看看 或是先停下来 想想看看要怎么做 绝对不要想说 算了 我做不到 不要做好了 绝对不能这么想 这个心意有 马上就退了 马上就退了 而且退 要再起来 有时候就很难 因为你会觉得 不要做还是比较好 少了很多麻烦 所以 这里举了一个大致度论的故事 他说 有旅客在山中前进 被山鬼障碍住的路 旅客举左手去打他 可是左手被捉住了 再用右手右脚 左脚去打他 后来用头去撞他 又被鬼 全部缠住 那么这个鬼说 那么你看你现在还有什么能耐 但是这个领客 这个领客就是佛头的过去生 他说 虽然我的手脚都被你控制住 可是我的心绝不放弃 我要往前回去的路 我不会受你控制 那么这个鬼就佩服他 他认为他有这样的意义 坚强的意义 所以就让路 让他过去 其实这个鬼就是我们的烦恼而已 这个鬼就是我们的烦恼 我们在遇到很多修行的时候 有时候会觉得 我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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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不到 我没办法 我不可能 那个就是鬼 那个就是鬼 那么你只要发了这个心 没有过不去的路 没有做不到的事 世间人都讲 天下无难死 只怕什么 只怕有心人 那么你的心死了 你不想做了 就最怕 最怕你的心死了 那么你的心不死 永远要往那个路前进 为之不厌 那么你一直往前进 这样任何的困难都可以克服 佛道也可成 其实是这样 所以就让路过去 所以烦恼就会让路 因为你调服了他 那个鬼不是真正的鬼 就是你的烦恼 你这样觉得过不去的路 做不到的事 没有 在修菩萨行的历程中 如果由于力量不足而无法进行 也应该这样保持前进的决心 所以叫做向上 向上 向解脱 你要保持 就算你被水冲回来 被风吹回来 因为夜历的风 因为夜历的水 大水冲回来 你还是保持前进的 保持往前进的路 像玄奘大师一样 那么玄奘大师你要到 他要到那个印度取经 经历了多少困难 他本来没有水嘛 一个水 一个水带了很多水 经历了很多困难过到沙漠 不小心水倒掉了 没有水怎么过得 有水都过不了沙漠 何况没有水 结果他怎么样呢 他想说要不要先回去哪个水 后来又想到不行 宁可西天一步死 不像东土一步生 他就坚持要往前进 就是死也要死在往前进的路上 而不是活在往后退的路上 你看 这种心 这种心 他就可以过关 那我们其实行固扎道也是要这样 那么 这个 你如果没有这种心 你基本上就称不上仅仅 所以这种是 这种观念是很重要的 不然行固扎道过程就很多 好 实际到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合相 愿以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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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吉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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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于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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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共臣国大 皆共臣国大 皆共臣国大